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方法后的我真的想让人拍手叫绝 清朝在强盛的时候 国库是非常的充实的 很多守护国库的银库兵都趁机捞走了不少的油水 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一直在贪污 当时统计了一下 最能够获得钱财的部门 就是管理国库的银库兵了 清朝的银库是有专门的士兵看管的 他们被叫做银库兵 银库兵三年一换 也就是说是肯定会不断的换人 但是任期却是三年 一般人甚至会多任一两年 但是却还是仅仅只能任三年的居都 贪官们通过这三年就可以捞二十万两白银 甚至如果你在位非常的连结的话 你也会得到十万两百银 那么到底为什么银库兵能得到这么多钱呢 主要是因为银库兵在看守国库的时候 都练就了一个绝招 能当上银库兵的 那么肯定是非常有背景的人 而且银库兵在被选上之前 需要通过特殊的训练 递在看管国库的时候 他们一般都是要把自己脱光不穿衣服再进去 这样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能够把银子给偷走 而且他们还会有固定的工装 这个工装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 是不可能让你把银子带走的 检查十分严密 甚至还要让你张嘴 看你嘴里有没有银子 但是银库兵们仍然练就了偷银的绝招 那就是通过把银子塞到钢门里带出来 大多银库兵从小就开始训练这种技能 把银子放到钢门里 从而可以装好几个银子 不会被别人发现 银库兵共有四十个人 会开库九次 而开库的时候呢 每个银库兵都要去偷银 因此他们就会趁着这个时间偷掉很多的银子 银库兵虽然爽 可以将银子拆到藏到钢门里带出来 但是他们在晚年的时候 身体也是感染了很多的疾病 非常的难受 而且国库也因为他们这样积少强多的偷钱 经常会有很多的损失 金库的全体人员同流合污 天天互相包庇 不得不说他们所有人都染上了疾病 也对国家造成了各种危害 有人都说大清的国库都这样了 还练中了这样一种恶心的绝招 怪不得大清晚年会饱受折磨劫难 这些银库兵们饱受后遗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